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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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嗯 你还太小了 可以再多玩几年 是你自己想玩吧 我是想玩啊 不过 我玩什么呢 风头 你真的觉得我能怀孕啊 我不是让你相信我吗 是不是最近伙食不好啊 不过我是应该反省一下的 要不然你的肠胃怎么可能会有空间 装什么蛋黄盘呢 你饶了我 你饶了我吧 那是因为风月特别交代的 为了穿了一副好看 我要结实 所以我要控制 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上次托你带礼物回老家的那个人是谁 阿佳 他给你吃大王派的呢 还是阿佳 你呀 你 你不会又做了什么吧 阿佳的人是糊涂了点儿 但是他挺好的 工作也很认真 你还努力 没什么啊 他该 谢谢 恭喜你成为行动游戏的出闹图长 能从助力 一下子就成为外派的财务组长 你可是第一个 一定要好好表现 嗯 我一定会的 恭喜啊 还真多亏大老板的想象力呢 上次物代为禁品 到了风家老宅 让我们有机会交往 这次吃蛋黄派 误以为怀孕 让我们准备结婚 风童说阿佳是另类的媒人 我就知道 我会成为风太太的闺蜜嘛 小点声 别让别人听见了 嗯 其实 我现在 也不太确定 要不要结婚 毕竟风童是因为我怀孕 才想跟我结婚的 但是 搞错了 没有怀孕 那他有没有暗示你 他不想结婚了 没有没有 他说有没有小孩都很高兴 他还说 也不想因为孩子跟我结婚 对啊 这就是不管怎样都结婚 这不就对了嘛 你担心什么呀 可是 他最近都没有跟我商量过结婚的事情 因为结婚的事情 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嘛 智祥也知道 你跟风童两个人 在婚礼上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穿好漂亮的婚纱还有礼服 然后出现就可以了 对啊 你又不懂什么名牌 那婚纱这行那行你又不懂 你就让枫叶小姐给你办不就完了 枫月也有两天没有联系过我了 你想啊 这风家的婚礼 怎么地不也得筹备个三五个月呀 这才两天 猜哪到哪啊 你们就别取笑我了 其实我想过了 如果过段时间 风童还是不跟我商量结婚的事 然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就不结婚了 我觉得也挺轻松的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到现在我还不确定 风童是不是想结婚 我也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想结婚 不是你又犯什么傻呀 又犯老毛病是吧 你可别忘了 你未来的老公 可是风风腾腾先生 你将来的生活 只能越来越好 你犯什么丑呢 你不会得那什么婚前恐惧症了吧 婚前恐惧症 就是婚前思想紧张 思想混乱 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担心 本来想还可以开开心心的恋爱一下 又想到婚后的生活 非常没有自信 怕对方不爱我 或者觉得我们俩越来越不好 该怎么办 就是呼算来想 是这样吗 你这么着 坐直了 右手拿起来 放到这儿 四十五度 问问自己 你爱风腾吗 这还用问呀 当然爱了 那就接嘛 你还想什么呀 既然人家风腾说了 要跟你结婚 那就说明人家把你当做他以后 生活的另一半 对吧 你久他的事跟他结婚就完了 想那么多干嘛呀 其他的事 不结婚光想象也遇不到 好 我怎么说了这么精疲的话 我也写我下部小说里 来 好香啊 你其实是不敢谈女朋友 这是三家 顶级的婚庆公司策划的简介 快看一下 你跟珊珊商量一下 喜欢哪一个 不是说这样 你说得算 我可以做决定 但这是你跟珊珊婚礼的大事 你必须给我意见 我们家里本来人就少 爷爷去世之后呢 又一直不肯谈女朋友 我一直都很担心的 但现在好了 一年的时间 我哥找到了女朋友 而且呢就要结婚了 婚后再给我们骗一个小风腾 我们家又可以热闹起来了 结婚以后 我们不会马上要孩子 为什么 生人太小了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不生孩子 等到八十多岁再生啊 不会是 珊珊身体还没好吧 冯月 我知道我的责任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 风家的传宗接代 和我的婚姻联系到一起 不是 哥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直接告诉我 珊珊 她也能够怀孕吗 当然可以 我回来了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珊珊 你也在啊 来 快 这边 你们在聊什么呢 聊你的婚礼呢 看一下 这是三家最顶级的婚庆策划公司的简介 这是以往他们办过的婚礼案例 你看一下喜欢哪一家 好漂亮啊 一定就可以告诉我啦 好 明天 如果太敢 婚礼可以先还一还 你不是说今年的 集团事情特别多 明天看一天就要结婚吗 我是说如果的话 不想你们太累 对 那早节晚节都得节都得看是不是 来 看一看喜欢哪一种 你们说有粉紫色 有蓝色系的 还有绿色 白色 还有地中海色系的 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红色也不错 特别的喜庆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水晶灯 你这太漂亮 我要是你们就会上 水晶灯 感觉真的像是打算 将婚礼不了了知的钱赶我 有玫瑰的 有粉色的这个叫小王 阿妹 还没去吃饭呀 大老板在吗 在 来来来来 是不是 等会儿 你陪大老板吃饭 麻烦吃久一点 拜托了 怎么了 计算机有点当机 等会儿大老板要看客户 和厂商的资料 不过还算好 这些镇商没留的资料 都打印出来了 不过最近公司好像 没什么大活动啊 怎么突然用这些资料 珊珊 不会是你和大老板 要结婚了吧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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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乱说啊 阿妹 电脑什么问题啊 快点来来来 帮我看一下 快帮我看看 这些资料都很重要的 千万不能弄丢了 拜托拜托 修给你了啊 已经在搜集并客名单了吗 所以还是如期举行 丰堂的婚礼对集团来说 是件大事吧 肯定得搞个公开 对外说明什么的 但是阿妹虽然跟我交情好 还是不要冒险问个究竟的好 参长 那个 结婚日期定好了吗 大概需要几天呀 因为我好跟科长请假 我妈太招待了 那更终于不怕 你跟她说几天有一天 不急 不急是什么意思啊 不急的请假 还是不急的结婚啊 风腾始终对结婚这件事 好像没有特别的期待 也没有说不 到底想不想结婚呢 说什么 怎么样 风源是这幅好呢 还是这幅好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错 刚才看了一下 就这一块头上 跟王后似的 再这个要把头弹起来 没有问题 这样点 我刚刚 我们的美珊珊 真的是珊珊有人爱了 这件还不错 好漂亮啊 不过这个腰啊 错了一点啊 得收 起码得收十公分 珊珊 你看我 看我笑 你觉得是这一件合 还是刚才那个立体褶花 立体褶花得太复杂了 我觉得这个简单清纯 也是 我觉得这个尖线 有一点太宽了 整个这个地方都得改 对吧 你转过去 珊珊 从这儿到这儿 整个都得收紧 太宽了 收紧 然后腰线提高 可以吧 应该可以 再转过来 看一下 转过来 珊珊 珊珊 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你要不先去休息会儿 真的吗 看看你的去 那个 美丽老师只要你带的这几件 是啊 这些呢都是我们明年春季的最新款设计 我觉得这些作品适合度也有限哪 要不这样吧 那珊珊跟我一样 让梅丽老师定做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女人婚纱本身就是应该定制的 但你知道梅丽老师 她得提前应免预约 很难约的 明年你们春节就要婚礼了 你说怎么办 没事 我来跟她说 我跟你说啊 先让她呀跟珊珊见一面 梅丽老师这个人心最软了 一看到新娘子手就痒 珊珊 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 珊珊 睡着了 除非过你挺累人的吧 那新娘子啊 千万不能让自己累垮了 不然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洗手不好了 这里有一个医生特别有名 姓葛 一直以来都是她帮我养养的身帖 你还记得你出院之后 我给你的药帖吗 都是问她要的呢 所以呢 今天带你过来认认路 以后你就自己过来 没事的时候 请她给你把板脉 开几副中药 调理一下身体 弟兄 你再说 早就不来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太早了 我回来了 我们早就回来了 你誰 風威恩帶我去看他中醫 我拍了點藥嗎 調理身體 我帶他調理身體去了 醫生都說了 母體養得好 孩子才能生得好 舒適 風騰為什麼要生氣啊 之前也说不急着生 到底是怕我真的生不出孩子 心里难过 还是 其实根本就不想跟我生小孩 不想结婚 结婚的这一班老人家 我真是不想要结婚 尤其是那个叶董事 我还以千方百计想办法跟他说 为什么他不能做主作 还有 我要打个岳阳电话 去告诉丰腾的客座教授 让他过来做主婚人 我也很头疼啊 你们说那个 出版社跟作家每个在前每个在后 这个有学问 那个明年出版社跟翻新出版社的社长 是死对头 不能忘记 还有那个白萧雪跟刘佩叔 他们两个是情人变仇人 根本不能故意做 我知道了 所以我才头疼 你说我不是新娘是吗 大家可不可以在我的婚礼上 一笑眉恩仇 是不是你们把事讲得太复杂了 人家有这么事吗 如果是这么事的人 那他们自备合法 你可不能不能说什么 没有见识性的话 那我 对了 我也有办法 把这些特别事的人啊 就安排在我朋友那桌 我有很多朋友 连中文的不会说 只会说英文 好吧 这个注意特别好 哥 你 你有没有那些 只会讲英文的朋友啊 你要多少 要多少 最少两桌吧 凑两桌 讲两桌 这一桌 正琪 你请了柳勋小姐 是那个柳勋吗 柳勋 我没有请柳勋啊 谁 谁是柳勋啊 正琪的某位前任 你没看清楚 你看 柳勋的名字后面有括号 我邀请的是杰瑞 杰瑞把柳勋带过来的 我忘了告诉你了 杰瑞和柳勋现在在一起了 所以你现在觉得 特别可惜是吗 没有啊 没觉得可惜啊 他俩挺般配的 他现在是我好哥们的女朋友 好哥们 据我所知 是那种一两年 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吧 对 就是一两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 我跟柳勋也好久好久没见了 我肯定不会邀请他 凤腾 是你邀请的柳勋吧 我没有啊 没关系的 可以补上 我以为某些人跟我说 他跟他的前女友都断干净了 断干净了 断得一干二净 别因为这事生气好吗 那不然你要怎么样 要不然我不请杰瑞过来 或者说跟杰瑞说 让他赶紧跟他女朋友分手 你别因为这件事 无力取闹嘛 对不对 我无力取闹啊 我就是不想柳勋出现在 我的婚礼上 我的婚礼 我知道你不想柳勋出现在 我们的婚礼上 但是 你说那怎么办 那我们都快结婚了 柳勋也有男朋友了 你因为这件事闹 那就真的是你不对了 我不对啊 我的婚礼 我老公要把他的前女友 带到我的婚礼上来 然后我老公觉得无所谓 我还不能发火是吗 郑奇 我不管你是不是 邀请了那个杰瑞 我也不管那个杰瑞 到底带多少人来 但是我告诉你 我的婚礼上 就是不想看到柳勋小姐 好吗 来 来 他们俩没事吧 放心吧 他们没事 来 好险哦 幸好你不是 令书的新郎 你怎么那么坏啊 那我们还要不要请柳勋啊 比起快要结婚的我们 还要半年 才步入礼堂的正题和令书 跟风月积极地讨论着每个细节 感觉上 我们的婚礼 反而像是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 顺便规划出来的 怎么样 还不错 来呢 是不是太甜了 可是 我觉得宴会上 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 什么 还是我 你说 什么 为什么 可是我之前跟她说好的呀 你让梅雷老师打电话给我 怎么了 风月 那个梅雷老师的助理打电话跟我说 她答应帮珊珊做礼服 但之后她要着急去欧洲 她把我的设计图给别人做 你说我怎么办啊 时间快来不及了 怎么会这样啊 不是说好的吗 正起你在干吗 我 我分工合作啊 我挑酒 我婚纱都买了 你试什么酒啊 不是 那你们忙你们的 我也帮不上忙啊 总得定一下吧 我什么都不管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管 不下面呢 他连 你刚才有家几个样子吗 不是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问题 不是 我可你不找你 我也在定酒啊 不是 啊 姐姐 我也帮不上忙 好 虽然我也受不了 这样的吵吵闹闹 但是我跟方桐 实在安静得太可怕了 我们私下 从来没有针对婚礼 讨论过任何事情 这样像一对要结婚的人吗 你到底是打定主意要结婚 还是在盘算怎么不结婚啊 史上解婚药好了 谢谢 不用喝 喝什么 来了来了 他终于要说出口了吗 打算暂停婚礼 还是 根本就想取消 你又没病喝什么药啊 你想生孩子需要的是我 不是中药 所以 你还是不想太早生小孩啊 刚结婚的两个人 本来应该过一道二人世界啊 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啊 什么意思 那如果磨合不来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像个小孩找什么业啊 没想过 不过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像我 大老板 大老板 你可以再自负一点吗 你知道你这种自信多折腾人吗 好 像你呢 一点都不可爱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像你 像我比较可爱 我而且要在家里 这我也有钱 他 bother him 在 Rosco 这是总统人? 喂 三莎 喂 妈 是我 你在忙吗 还好 还好 就在烫一条裤子呢 你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那个 你有没有跟爸提过 我跟风腾的事啊 还没呢 会的 会的啊 我会跟他说的 他就在我边上 原来爸还不知道风腾 这下子 要我跟他们说我要结婚 喂 范萨 你怎么不说话呀 妈 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事 先不跟您说了啊 改天再给您打 拜拜 好好好 那你自己也当心一点啊 范萨要你跟我说什么 哦 让你当心身体多保重 还能说什么 没说喜欢她那个男人的事啊 没有没有 年底了她公司忙着她 他们需要服务 那孩子 谁让我放 twee rel 前面就是 making videos 這家人就在剛開始 因為你會怎麼回家 你怎麼回家 你怎麼回家 你什麼回家 今天我都沒回家 我這起家 我呢 那天啊 你怎麼回家 看我爸妈呢 还是把他们带来上海 当然是要我们去你们家了 是 是 是 那是什么时候呢 不急 等婚期定了再说 问题是婚期要什么时候 才会定下来啊 ztan他吧 这不年底了 咱们家是不是该反刷一下呀 不用了 每年都这么过来的 粉烧什么啊 打烧一下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那三三如果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呢 就你上次跟我提过的那个 这样不行 我得给三三打个电话 了解清楚 这急屁什么时候能改啊 怪不得女儿都不敢让你知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这女儿谈恋爱找对象 我做老爸的关心一下不可以吗 我就上次听你说 那个对象是不是很有钱 我是怕女儿受骗 我是保护她 你知道吗 你冷静一点嘛 那你还记得上次三三生病开刀吗 她男朋友还不是放下工作 亲自照顾到她出院 那三三也是看她 这么真心地对待自己 又不嫌弃她生病 才同意和她交往的吗 可是这个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家不粉杀了 你就当我没说过啊 说不定没几天个月 他们就不在一起了 是吧 其实你就让他们俩 交往交往试试看嘛 你干涉这么多 三三三三十岁了 还嫁不出去可怎么办 怕什么 三十怕什么 那这样吧 你叫她过年把那个男朋友 带回来给我看一看 这个 好吧 那我让三三暗示她一下啊 这 这带回来是不是 显得三三太认真了 咱们三三可不能主动提啊 要不 要不让三三自己做决定吧 好吧 她觉得能带回来的话嘛 咱们自然也就看到了 哎呦 哎呦 你要是实在不相信她的男朋友 那总该相信女儿吧 三三可不是那个浮华的人 是吧 那些采大气出的她也看不上呢 哎呦 好了好了 别嫌了 算你的账啊 算你的账 还说交了个男朋友就这反应 要怎告诉她和大老板交往 这屋顶还不被她嫌了 瑟莎 你怎么偏偏和大老板交往啊 这女人真是太麻烦了 你说我不说话吧 嫌我漠不关心 说了呢又嫌我挑剔 她说了她一生只当一次亲娘 得谨慎 那我不只当一次亲郎吗 哎呦 你说她一向可有主见 你不是就喜欢她这一点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哎 你倒好 婚礼所有麻烦事交给风月帮你处理 珊珊呢 有那么好说话 你说你这新郎 当了怎么就那么轻松呢 啊 你说果然这谈恋爱跟结婚就是不一样啊 你说我正期谈恋爱至今 累积了多少经验 就没有我猜不透的 没有我哄不好的女孩 就这个袁立书 她到底想什么呢她 她就是这样一个个性 你只要跟她道个歉 一叫小她不就没事了呢 我还道歉啊 这个你知道啊 自打我们要结这个婚 我跟她道了多少钱 呢 我呢 那你只能接着他 不下去了 什么 这个得着嘛 不疑 哎呀 啊 你只能对着哦 你有什么凶行吗 能输上了吗 我心里挺好的 好 萬一吃了一下 希望您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 好 等防火牆的全部計劃 我整理好以後 我一定會第一時間 跟各位匯報的 好的好的 好了 那幾位留步吧 那辛苦您了 小小姐 不辛苦 那您慢走啊 再見 好好好 再見啊 大老闆 還順利嗎 算順利吧 說實話我還有點緊張 大集團裡果然是人才積極 大家的思維都很縮密 我可是一點都馬虎不得呢 楓唐 在這兒沒有人 我可以這樣教你嗎 當然 既然碰見了 我想多跟你聊幾句 自從珊珊動手術以後 我很明確 你是完全可以保護她的人 但說實話 珊珊最近有一些顧慮 畢竟 你們倆是因為孩子的事 才決定結婚的 但是呢 現在珊珊又確定沒有懷孕 我們都很感動 我們都很感動 你還是負起這份責任 說要跟珊珊完婚 但是你知道的 女孩子嘛 總是會想得比較多 她會考慮 你究竟是因為有了孩子 而要娶她 還是因為真心愛她而娶她 雖然珊珊嘴上沒有說 但並不代表她不會想 不會期待 我好像說得有點多了 不會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好像有沒有孩子 你根本就不在意 我可真是羨慕你 我就沒看到 薛珊珊因為婚禮的事 跟你鬧過一次吧 什麼都聽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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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好 好 所以你常常忘记 其实你也需要一个肩膀依靠 我愿意做你永远的肩膀 给你依靠 我不在乎婚礼上放什么花 有什么音乐 喝什么酒 吃什么糕点 我都无所谓 我只在乎你 我也在乎你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 对不起啊 其实我就是想 让我们的婚礼里有一个完美的记忆 不想留半点遗憾 所以那我在乎的这种事情 应该是你在乎的 当然 你在乎的就是我在乎的 所以我不允许我们的婚礼 有半点遗憾 我准备了梅丽老师的婚纱 她同意帮你定做婚纱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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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 只要婚礼上有你 我就没有半点遗憾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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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